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来今天开始我们新的 逝去的牛人的另一个系列 就是专门讲国民党这边的汉将 那么这些汉将们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 就是他们和共产党之间 在那翻天覆地的30年之中的 他们之间相互之间相杀 到后来有的是由相杀变为合作 有的是从相杀到最后阵亡 那么对于这些国民党汉将来说呢 我们来讲他们 重要原因是想让大家知道 在那个年代里边 不是仅仅是共产党这边 有着很多的牛人 在国民党那边 也是有着很多的牛人 这些人都是在他们年轻的时代 都是为了这个国家 想为这个国家献出自己的青春 甚至于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 那么因为这种不同的政治信仰 他们才会走上相互厮杀的这个道路 那么同时这些国民党的汉将 也都是很有才能的人 无论是军事指挥能力 还是其他各方面 都是很有才能的人 正是因为他们很有才能 所以才是让的 我们这些这个共产党这边 最终能够建立新中国 才让大家能知道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那么所以从这一期开始 我们就来开始介绍 这些国民党的这些汉将们 我们主要针对的是他们 如何是作为共产党当时的主要对手 为什么说他们都是 令共产党这边都是觉得 非常厉害的汉将 那么今天第一期呢 我们来讲这个人呢 就是蔡廷凯 对于蔡廷凯来说呢 他是1892年广东人 他是广东人 但他个子很高 一米八多 所以呢很多人认识他人 都亲切的叫他高老 蔡廷凯最著名的呢 他是石油鲁军的军长 曾经担任过石油鲁军军长 并且呢 他最出名的就是 这个宋户 宋户抗战 当时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军位 那么后来呢 他最后呢 是担任了民革中央的副主席 并且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 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 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 这是都他是比较出名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针对来讲讲 蔡廷凯一生中其他几点 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么蔡廷凯第一件主要的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 在南昌起义的时候 蔡廷凯曾经作为一个师的师长 他率领了一个师 曾经参加了南昌起义 这个呢 有些人可能听到过一些 那大部分的时候呢 正实力是把这一笔带过的 一笔带过的 但实际上当时蔡廷凯所晒的这个师 是当时南昌起义部队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当时是有五千余人 这个师有五千余人 那么当时因为蔡廷凯后来 带了这个师叛逃 所以一下子就由起义军 损失掉了五千余人 我们一般在统计 南昌起义部队的时候 通常是把夜挺的二十四师 周氏帝的第二十五师 蔡廷凯的第十师 和贺龙的第二十军都算在内 总数一般说是两万人 但是严格来说 因为蔡廷凯带了五千余人叛逃了 所以实际上 这造成了起义部队 缩水了将近四分之一 这也是后来 为什么起义部队 在南下潮汕的时候 因为兵力不足 碰到敌人重兵围剿 最后失败的原因 那么这里来呢 我们大家具体谈谈 当时为什么蔡廷凯 为什么会从起义部队中脱离 叛逃 因为当时呢 作为第十师师长的蔡廷凯 他并不拥护起义 当计划暴动的时候 无论是党中央 还是当时的苏联的代表 加伦将军 还是周恩来 都没有把蔡廷凯的第十师 计算在内 只是聂荣真为书记的前帝军委 想拉出这个师里面 以共产党为团长的第三十团 所以暴动前一天 蔡廷凯率着全师到达了南昌 出乎意料的 为了保证 这个起义的压力比较小 所以当时被出乎意料的 硬被拉进了革命委员会里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蔡廷凯他的好朋友 谁呢 就是叶挺 他跟叶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所以当时叶挺 邀请他一起南下 那么当时蔡廷凯就答应了 他没想到这一答应 就被拉进了当时 中共打响反 这个武装暴动第一枪的南昌起义 他就被拉进了南昌起义的队伍 那蔡廷凯当时呢 他是广东人 他也一直入伍以后 一直在粤军中 他是粤军中一步一步 打上了一个高级将领 那么蔡廷凯呢 当时呢 虽然当上了实施长 他跟叶挺的私人关系不错 但是政治信仰是完全不同的 蔡廷凯当时是非常忠信于 粤军的当时的主要领导人 就是李吉深和陈明书 那么所以他和共产党并不是一路人 但是他所率领的第十师 当时是北伐中一个攻勋 卓著的一个队伍 当时在第十一军的编制内 其实当时第十一军在北伐前 就是第四军的老十师 那北伐后 第四军以两个师打先锋 攻下了武昌以后 就以这两个师的基础 扩编了两个军 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 就是我们说的钢军 那么当时 铁军 当时说的铁军 张马奎任军长 第十师呢 扩编成第十一军 下第十和第二十四师 开始呢 由第十师师长陈明书任军长 原第28团团长蔡廷凯 升任了第十师师长 由第四军独立团的部分古冠 另组建了一个第二十师 那么师长就是叶挺 那么1927年春天 这个军负责守卫的是武汉 因为宁汉对立 军长陈明书离开武汉 去投奔了蒋介石 那么张法奎兼任了 这个军的军长 由于蔡清凯不是张法奎的老部下 而是陈明书的亲信 在张法奎手下感到受气 并且担心被解除兵权 所以呢就亲近叶挺 也不想东征与蒋介石打仗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是脱离张法奎 借用这个叶挺的邀请 脱离张法奎想去另谋出路 那么所以呢 当叶挺率24师 准备起义的时候 拉上了第十师 不过这个时候呢 用脱离张法奎 以及打回广东的口号 来动员蔡廷凯 那双方呢 并没有共同的革命思想基础 据当事人回忆 南昌起义的当天 蔡廷凯的那个是并没有参加 真正的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 只是因为他处于 叶挺和贺龙部队的中间 想跑也跑不掉 所以表面上没有反对意义 蔡廷凯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军事指挥者 当时他发现刑事部队 虽然他并不想参加南昌起义 并不想被共产党部队裹挟 但是当时他所处的部队所处的位置 他就发现自己必须得忍气吞声 虚以猥慑 才能渡过难关 所以当时起领导机关开会的时候 蔡廷凯勉强到了会 那么当时要求反对武汉政府 建立新的政权 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当时蔡廷凯的本人的态度 就显得不对头 长久的不发言 这时候他的好朋友叶挺 为了打出这个破除尴尬 就专门的用外号叫他 说高老咱们就这么干吧 那么蔡廷凯这时候也就吞吞吐吐说好吧 那么后来根据蔡廷凯本人的自传 说他当时的心态完全是被迫的 他在他的自传里就说 当时他的内心认定 根本信仰不同 主张意义 唯有待机定进退 所以当时蔡廷凯 纯粹的是当时作为敷衍 寻找一旦有机会 一旦有机会 他一定会脱离起义队伍的 只是这个时候关键问题是 他自己走 还是把队伍带出去 那么当时对于这些起义的领导人来说 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 他们这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独立的领导武装暴动 那么叶挺这个人 叶挺他比较重义气 重义气重情义 所以当时在叶挺的代表认识下 其他的主要人都认为蔡廷凯还是进步的 因为叶挺是力挺他的好友蔡廷凯的 而且当时第十师的主力 第三师团团长范进 是共产党员 事先已经表示坚决的拥护起义 而且这个团在二七北伐的时候 表现得很有战斗力 营长和连长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 第二九团中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 而第十师的政工部门 又是共产党人掌握的 所以这些领导人都相信 这些部队不会出问题 但是当时也有 比如说贺龙这些比较有斗争经验 就是长期是在这个队伍中 权力斗争中比较敏感的人 那么当时贺龙就说应该把蔡廷凯扣留制裁 因为他觉得齐心 我们感觉这个蔡廷凯 他的心思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把他扣留制裁 但是在叶挺的调和下 大家就没有行动 那么在南昌起义成立以后的临时革命政府 给蔡廷凯的头衔是军事委员会委员 第十一军副军长 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 那么当时蔡廷凯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 就表现很犹豫 那么听说聂荣贞周师弟 率第四军二十五师 在马回岭开枪驱逐了张发奎 就感到国共两党已经不能相容了 他就想脱离起义军 去找自己的老长官陈明书 只是他的部队在起义军的驻地中间 师里又有一个团 是由共产党掌握的 所以不好表露出来 那么起义后 因按照原定计划急于回阅 指挥部就命令第十师 于8月3日先行出发 限三天之内占领辅州 蔡廷凯得此机会 马上率队离开南昌 向进衔县前进 这个是当时南昌起义暴动的一个败笔 因为你明明知道蔡廷凯 他的心思和整个的这个起义是不合拍的 那么这时候居然还派了实施 还派了蔡廷凯亲自率领实施 先行出发 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当时指挥部 极为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那么当时蔡廷凯的第十师没有被改变 中上层的军官也没有被调整 而蔡廷凯依然担任着师长 那这个几个条件下 第十师的叛逃已经是没有办法改变了 那么蔡廷凯这个时候呢 他显示出非常厉害的这种部队的控制能力 当时他特意制定了第十师的开进序列 是按照师部直属部队第29团第28团第30团的顺序开进 那么三个团长中呢 第29团的团长张士德与蔡廷凯呢相交最后 蔡廷凯呢也把29团视作心腹 总是部署在自己左右 当天当刑制距南昌六十里肃营的时候 他马上招来29团团长张士德密谋 密谋就是说要把当时部队里的共产党员全部都驱逐出去 然后我们带着部队再回到这个国民党那边去 那么他这个时候 蔡廷凯后来回忆说 他这个时候就决心与共产党分岛扬镳 当天晚上他就确定了第二天的行进计划 命自己过去任过团长 且很少有共产党员的第28团为前卫 把第30团加在中央 以第29团为后卫 命令他的心腹张士德 将第29团监视各城门内外 待第30团入住城内后 第29团在城边附近监视第30团 那么他又布置了一番下达了行军命令 8月40凌晨刚刚吹过集合号 第10师师部的传令兵就突然到各团 宣布蔡师长命令 改变原定的行军适序 第29团由前队变为后队 原来殿后的第30团改为居中 第28团变作前队 向进贤城开拔 那么当时蔡廷凯的这个序列的安排 就让当时的共产党员 为主要成分的第30团 已经丧失了可以独立脱离队伍 回归起义部队的可能性 那么在8月5日清晨 各团已经安全进达进贤县城以后 那么蔡廷凯马上布置好 解决共产党员和叛逃的安排 随后就开始了行动 那么第28团占领了进贤县城的四个城门 第30团细数被安排在城内驻扎 后队29团没有进城 继续保持着随时出击的队形 在城边的一条通往城里的大道两旁 安营扎寨 那上午8时 蔡廷凯让特务营布置好师部的警戒 下令第30团驾行休息 并让全团官长寄来师部听后训话 当时的团长共产党员沈进事先没有思想准备 认为既然是长官的招呼不好不听 就率着团里的各营连长去了师部 沈进刚刚离开 蔡廷凯事先选定了第28团 第29团两团的一些可靠的军官 就赶赴第30团 在全副武装的卫兵护送下 他们到达已经驾枪休息的第30团队伍面前 马上宣布师长命令 由刘战雄接任团长 刘战雄带来的一批军官 又接任了营连长 这时候全团只有30多 30余名共产党员 大都是军官和政工人员 已经去师部开会 全团又只有一个党支部 营连基层没有党组织 士兵中差不多也没有党员 只知道吃粮 听长官命令 没有多少政治观念 这一下子 原来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个团 就轻易的变成了国民党人控制 那么当时呢 第30团团长沈进 率领该团的军官长及政治部人员 到达师部面前的空地集合 发现特务营已经在四周紧密警戒 感到情况不对 然而已经没有办法 这时候蔡廷凯在武装卫兵的粗用下走出来 对他们说 我不会跟着 意思大意就是 我不能跟着共产党走这条路 所以我要回到国民党那边去 那么对于你们这些共产党员 我也人之以尽 那个你们要我给你们盘资 给你们盘资 你们可以各回家乡 所以在讲完以后呢 就令副官处长给第30团的共产党员发路费 其中给了算进 二十二百块大洋 其他人是光阳五十块 那么接着29团中的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也被押来 那么蔡廷凯也是派军护送 把这些共产党员理送出境 那么当张发奎得知第10师脱离了企业部队以后 就发了一个电报 要蔡廷凯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枪毙 并且公主于报戒 那么所以当时盛传 蔡廷凯是枪决了军中的共产党员以后出走的 那么当时一片的反攻浪潮 蔡廷凯本人也不好出来辟谣 所以呢当时呢 南昌企业部队呢 就以为当时蔡廷凯部队的共产党员 都已经被蔡廷凯杀害了 所以当时对这个蔡廷凯恨意很大 那么直到全国解放以后 当年被给了盘子遣散的这些共产党员 找到党组织说明情况 才知道原来当时蔡廷凯并没有下毒手 只是把部队遣散 但是蔡廷凯当时就利用他非常厉害的 这个军事部队的指挥和操控能力 将第10师完整的带回到了国民党那边 带回了国民党那边 那之后呢 蔡廷凯率第10师南下 那么当时呢 为了拉拢蔡廷凯 那么蒋介石就让陈明叔携款 回到了第10师 将第10师扩编成军 那么紧接着蔡廷凯得到的军令 就是被派遣到海南岛剿匪 所谓的土匪 其实上指的是当时的穷牙红军 就是海南岛的红军 那么当时呢 国民党又派呢 是把红军与这个烧杀勒索的土匪等同起来 回到是非 那么蔡廷凯当时呢 一味的那时候是要向蒋介石靠拢 为其卖力得到赏识 所以当时他抵达穷州以后 先行制造反共 缴匪的舆论 发布了缴匪条例 声称 无论共匪 农匪 土匪 凡为地方害者皆在要脚之列 凡共匪所组织之农会农军 应一应解散 那么4月下旬 他率军向西 集加28团三营 集结29团一部 和地方民团共1000余人 向城脉林高革命根基地进攻 那么当时呢 在琼瑶红军总司令 兼西路总指挥冯平的率领下 那么当时的西路军民 在太平地区占据有力的地形 多次击退敌军进攻 但因为敌我力量悬殊 加上红军的弹药缺乏 被迫转移 那么冯平当时由于叛徒的出卖 不幸被捕 那么冯平被捕的第二天 蔡廷凯就亲自对他进行劝降 那么当时 无论蔡廷凯怎么跟冯平讲 当时蔡廷凯还是很欣赏冯平 冯平当时是刘苏的 刘苏的留学生很有学问 而且年轻很有能力 当时蔡廷凯非常欺才 就劳惜想让冯平投降 那么冯平宁此不屈 始终是坚真不疑 那么后来 蔡廷凯得到部下的报告 说琼瑕红军准备在 城外至海口的道路上 武装解救冯平 那么蔡廷凯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觉得如果要是万一 万一冯平被救走 自己责任重大 于是就在城外 就地将冯平杀害 冯平在那里就应有就义 但是冯平当时审讯时的表现 对蔡廷凯的影响很大 给他心中真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面临死亡的那时候 毫无畏惧 坚持自己信仰 让蔡廷凯当时心中 是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也为后来蔡廷凯 能够最后最终走向 和共产党合作 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那后来呢 蔡廷凯率领 19陆军 就是参加了国民党 对中央速区的第三次围剿 那么在第三次围剿 就是蔡廷凯就和中央红军 发生了高兴虚 高兴虚之战 高兴虚之战呢 我们正式里讲的 经常一笔带过 不愿多讲 为什么 因为这场仗实际上 红军是打了败仗的 当时伤亡很大 那毛泽东后来也承认 高兴虚战斗 是他一生中的五大败仗之一 而且在这场战斗中 毛泽东失去了 他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将领 也是当时号称是 红军最厉害的师长 就是曾世俄 那么另外 红三军团 四个主力师的另外一个师长 邹平也壮烈牺牲 那么这场仗 打的是非常惨烈的 打的非常惨烈 我们这我们来具体 给大家讲一下 这场仗是怎么回事 那1931年 十六陆军 十九陆军开始进入江西参战 八月初的梁村战斗之后 红四军紧急转至黄泊作战 其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 伤病员被十九陆军俘虏甚重 脚后武器诸多 九月初 蒋介石命令 蔡廷凯十九陆军 由新国县城处罚 经高升高兴虚 老鹰盘到太和县集中 那么当时 毛泽东和朱德 侦查到新国的敌军北撤 认为战机到了 决定打一次前所未有的 大规模伏击战 将十九陆军歼灭 当时想的很好 想的很好 由于侦查敌情有误 在布置部队的时候 又犯了轻视敌人 战力的错误 认为十九陆军是杂牌 判断以红一方面军 主力两万多 足以完间十九陆军两师 那么我们这里说一句题外话 在土地革命时期 红军经常在粤军的身上 还有贵军的身上吃亏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在同样是杂牌军 粤军和贵军 跟传统的杂牌军不一样 这两个地方军阀的战斗力极强 那么当时红一方卫军 此时下辖一三军团 还有三十五军 有总部直辖 共七个军 三万余众 当时红一方卫军已经派了罗炳辉 率领十二军两个师 伪装成方面军的主力 向东北方向行军 彭德怀红三军团自西向东 林彪红四军配十二军三十五师 并指挥三十五军 自北向南攻击高兴虚一带 那么红军当时部署已定 而国军方面却没有丝毫的察觉 那么这个时候 蒋鼎文的敌西部队 被红军的皇宫掠步 痛奸向十九陆军发出了集电求救 那么当时十九陆军共计十四个团 开始进脚 那么1931年9月7日 十九陆军六十一师张延 到达兰殿村 接到球员店以后 力率一个旅 前往与蒋鼎文部会合 同日十九陆军邓志财部 与林彪的红四军部 在高兴区西北遭遇 在高兴河兰田村 至竹豪山一带展开了基站 那么蔡廷凯这个时候 率领的是十九陆军总指挥部 与六十师师部 刘战雄旅 七十八师两个团 到达了高兴区 发现有大量的红军 自西至东向高兴区包围进击 于是一面指挥部队 猛挖散兵豪准备应战 一边下命令 张延师 邓志财旅 向指挥部靠拢 那么林彪部当时兵力近万 对阵的是十九陆军六个团 彭德怀所率兵力近万 对的是十九陆军五个团 当时红军的兵力是多的 那么十九陆军是在行进中遇袭 兵力展开慢 形势非常不利 那么在黄身时分 蔡廷凯接到张延的电报 意思就是说 他和蔡廷文部已经会合 但是蔡廷文部当时损失比较大 所以双方面他们正在跟红军激战 当时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向军部靠拢了 那么蔡廷凯这时候见到 没有援军 唯有与红军死拼了 那么当时彭德怀指挥 红三军团四个师 当时红三军团的编制 是完全都到位了 四个主力是全部在 当时红三军团四个师 对蔡廷凯展开轮番的攻击 攻势迅猛 双方白任战 白任战多次 战况惨烈 红军的滕代远 督战富商 八月晨 八日晨 红三军团占蔡廷凯部 在高兴区以西以北的外围阵地 十九陆军只剩下 高兴区边的最后一道防线 蔡廷凯当时是手持双枪 在散兵线上亲自督战 到上午九时 邓着彩旅的某营 突破了林彪的防线 进入到高兴区增援 双方呈胶折状 下午 彭德怀亲率两个师的精锐 向高兴区做猛烈突击 那么高兴区 十九陆军受此攻击 防线是全线动摇 到处都是兵员不听指挥 四处溃散 六十师师长沈光汉 认为败局已定 也率着师部 随溃兵向新国县城方向 撤退师域里 甚至蔡廷凯总部的人员 以及卫兵也有逃跑 当时高兴区守军 局势极度混乱 当时总部的电台 猛放集电求救 当时蔡廷凯见此如此凄惨 极度绝望 就想着自杀 以免受辱 但转念一想 自杀不如冲杀而死 于是亲率最后一个连的 预备队发起逆袭 周围的数百官兵 见到总指挥亲自冲锋 世纪大阵 随同赴死冲锋 这次逆袭 功效非常的显著 扭转了败局 红军退出防线 被俘过百 那么紧接着蔡廷凯部 在高兴区的防线 再度稳固 入夜 红三军团继续猛攻多次 最终没有成功 此乍红三军团伤亡惨重 红四师师长邹平阵亡 当时红三军团的主力师师长 红四师师长邹平阵亡 那么这个时候 竹豪山熬战了两日一夜的林彪部 已经支持不住了 林彪当时面对十九陆军两个旅 打得非常苦 在竹豪山主阵地 双方白人战不下数十次 各处的阵地频繁换手 到了八日午后 张延帅师部及一个旅增援上来的时候 林彪也面临着蔡廷凯 当时在高兴区的困境 黄昏石全线动摇 连红四军的指挥部也直接面临敌军的攻击 危急之时 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世俄亲自率部逆袭 掩护了红四军指挥部安全撤退 但是曾世俄 这个红军最厉害的师长 在这场战斗中阵亡光荣齐声 那么到了八日晚战斗结束 以彭德怀部的溃败 林彪部的惨败而告终 但在这场战斗之后 林彪和罗仁环对着毛泽东做了深刻的检讨 苏玉黄河成肖克也都做了认真的总结 那么当时蔡廷凯是完全是站到了战斗的第一线上 没有他最后拼死的一次反逆袭 那么他也可能就成了红军的俘虏 正因为他的逆袭 所以十九陆军不仅没有被这个红军 当时的中央红军全监 而且给红军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伤亡 使红军这一场仗本来想打成歼命战 最后变成了一个这个巨大的势力 那高兴蓄一战呢 十九陆军伤亡了两千多人 这个数字无论是红军还是蔡廷凯本人 都予以认同 不需要争辩 但是关于红军的损失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蔡廷凯当时号称有七八千之巨 那么红军仅承认有两千余人 那具体数字已经没有办法统计了 但是根据很多当时参加战斗的红军 后来的重要国家的这个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们 这些将军们的回忆 那么可以看出当时的损失是很大的 那么时任三十七团政委的李志民 后来的建国上将李志民回忆说 自己的一个团出战时七八百人 回来的时候三四百人 当时损失了一半 当时的三师政委黄河成也说 这是他平生自北伐丁四桥战役之后 所见到的第二次的惨烈战斗 说漫山遍野都是尸体 战士们浑身上下都叫汗水和血水染透 那么担任主攻的四师最惨 部队当时基本打光了 连师长邹平也牺牲在阵前 战后这个师被撤销了番号 不复存在了 那么高兴虚这场战斗 在我们党的军事里边 在中国共产党军事里是一笔呆过 不愿多提 为什么 因为打得太惨烈了 而且丧失了两个市长 邹平和曾世俄 曾世俄 而且还跟毛主席的关系非常好 那么当时毛主席听说 曾世俄的牺牲还是非常悲痛 而且这场战斗 当时红军的两个主力 红一军团 红三军团 那么就是我们后来 建国以后的元帅 林彪和彭德怀 两大元帅 率领当时红军的主力 宜军团和三军团 那么同时 对十九陆军发起进攻 而且部队都是完整的 宜军团和三军团 建制 编制 建制都是完整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场战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在中共的军事里 高兴虚战斗 一般不愿意多提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反映出 蔡林凯 的的确确可以撑得上 国民党的汉将 当时中共红军的 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所以说 这场战斗 蔡林凯打出了他的名声 也让红军认识到 在国军的队伍里面 也是有这样 不怕死的汉将 那么在高兴虚血战后 血战后一周 918事变爆发 蔡林凯当时在干州 率部适施 要求抗日反对内战 他率十九陆军 驻防上海以后 日本海军陆战队 不断的向上海增兵 并进一步制造事端 1932年1月22日 日本领事村井 向中方提出无理要求 要十九陆军 后撤三十公里 蔡廷凯当时坚决不语 军政部长何银钦 来户与蔡面谈 何银钦当时说 现在国力未充 敌方提出要我后撤 政府本应拒绝 但为了保存国力起见 不得不忍辱负重 十九陆军可后撤 政府拟以外交途径解决 那么蔡廷凯当时就说 驻地是我国领土 撤退 撤退 输无理由 政府要撤 请不限于敌方要求 调我全军 离开惊乎路 我当绝对服从 这意思 你要我撤行 你要撤行 你干脆让我 彻底撤走就好了 那么当时何银钦碰了臂 这时候又让张静江 张静商出马 张静江当时在国民党中 名声很大 因为他是号称 有讲迹是老师之称 那么当时张静江就约了 蔡廷凯到杜月生家里面谈 那么张静江当时就说 十九陆军速来军纪严明 革命战争有功 望体念中央意志 避免与日军冲突 上海华阳杂储 繁华之躯 战端一开 损失极大 躺能撤退 我可报告江总司令 那么当时蔡廷凯一说这话 当时又杠上了 他就说 上海是中国领土 十九陆军是中国军队 有权驻兵上海 与日帝毫无关系 万一日军胆敢来犯 我军首途有责 张先生也是中国人 请接纳此意 向蒋总司令转告 那1月23日 蔡廷凯与蒋光奈 在上海召开了十九陆军 营以上干部会议 做出了坚决抵抗日军的决定 并做出了具体部署 1月28日夜 日本悍然向 扎北一带进攻 十九陆军奋起反抗 震惊中外的 128事变爆发 1月29日 蒋光奈和蔡廷凯等人 全国发出通电 表示守徒有责 齿地寸草 不能放弃 为救国保家而抗日 虽牺牲至一族一旦 绝不退缩 那么当时十九陆军的全体官兵 在广大群众的鼓舞和支援下 该国热情空前高涨 坚守阵地 当时蔡廷凯作为军事主官 以大无畏的胆略 在枪林弹雨中 亲临前线独战 激励士气 当时敌我兵力全殊 十九陆军全军约3万人 加上2月中旬来源的 张志忠的第五军 总共也只有4万多人 而日本不断增兵 最后达到7、8万人 而且还配有大量的 大炮、坦克、飞机、战舰 但十九陆军从1月28日 至3月1日坚守上海 抱着誓死报国的精神 与敌血战33天 死伤约万人 经历了扎北巷战 无松要塞战斗 八字桥战斗 江湾与妙航战斗 柳河战斗等等战役 使得日本当时的侵略军受到重创 死伤半愚民 次度更换了指挥官 日军经过十九陆军的严重打击 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得逞 后来经过英美等国的调停 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 那么松户抗战是十九陆军 为中国的军队取得的 对日作战从未有过的大劫 而蔡廷凯也因为指挥了松户抗战 而战功捉住 被海内外誉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让他的声望达到了一个巅峰 在松户会战之后 十九陆军和蔡廷凯 蒋光奈就被调到了福州 到了福建入民 那么要在那里继续搅控 那么当时的蔡廷凯跟蒋光奈 不愿意再打内战 就希望能够抗日 那么在这种大环境情况下 他们的老上级陈明书 还有李吉申这些越军的重要将领 也都云集到了福建 那么自此就发生了 当时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 那么福建事变呢 它的整个过程呢 我们就不详述了 因为它时间很短 当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 那么公开旗帜返蒋 和红军当时签订了 互不侵犯条约 但是呢 整个的福建事变发生的快 消失也快 失败的也很快 那么为什么福建事变失败了 那么这个里边呢 有很多原因 我们一般正式里经常提到的是说 当时红军错失了良机 当时红军正在面临第五次围剿 如果当时能够和 这个福建事变的 19路军共同携手合作的话 也许就不会出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那么红军备活长征 那么正式的一般都对当时的 中共的领导人 博古的官门主义 进行了批判 那我们这里边要谈到的是 为什么 以这个 以这个蔡廷凯的军事指挥能力 以蒋光奈的这种战略眼光 为什么福建事变没有能够成功 而且这个失败那么快 那么其中呢 根据蔡廷凯后来的回路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另外的原因 那么第一点 陈明书 就是陈明书 他们的老商人陈明书 陈明书当时比较急躁 当时他认为应该立即举其反讲 而当时蒋光奈和蔡廷凯这两个具体的负责人 一个是当时的福州的随经公署主任 那么一个是十九路军的实践和军事领导人 这两个人都认为当时起义过于仓促 蔡廷凯当时在他们开会的时候 希望把举世的时间推迟一两个月 因为蔡廷凯当时发现十九路军中不少的将官的态度十分暧昧 那么是不是能够把部队完全掌握住 蔡廷凯觉得时间 实际上并不成熟 那么至于蒋光奈 他根据当时的福建的治理 觉得时间畅畅促 完全在地方的经济和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的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给部队的军事行动提供有力的支持 那么当时陈明书很激动 就说如果不现在举世的话 那你们还不如把我绑起来送到南京去了 那么看到老上级这么讲 而且得到了这个陈明书的态度 也得到了像李继新等人的支持 所以当时的福建 福建事变 就是按照原论计划 匆匆的就发动了 那么在发动之后呢 你福建事变 你要想成功 必须得到强大的军事保障 那么当时呢 蒋介石呢 就迅速的停止了 就暂时停止了五次反围角 对红军的进攻 把当时进攻红军的 红党正规军 中央嫡系部队 那么就转向了福建 那当时领兵的包括魏力皇 张志忠 这都是当时嫡系中的杰出的将领 那么当时反过来说 十九陆军 十九陆军当时的情况很糟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十九陆军 当时有三个主要的 在蔡廷凯之下 有三个主要的军事领导人 那么一个是毛卫寿 一个是张延 一个是欧寿年 那么另外呢 在蔡廷凯身边 还有蒋介石当时安插的钉子 就是后来辽审战役中 这个著名的范汉杰 国民党嫡系部队的 这样的范汉杰 当时范汉杰 是被蒋介石派到了 蔡廷凯的身边 担任十九陆军副军长 那么所有 当时十九陆军的 所有的军事情报 都被通过他 传给了南京 那么另外呢 这个三个主要的军事主观 这个毛卫寿 张延和欧寿年 全部都被这个 蒋介石收买了 那当时被蒋介石收买 而蔡廷凯呢 对这个还一无所知 因为毛卫寿 首先跟他东征西讨 很多年 那么蔡廷凯认为 毛这个毛卫寿 对他对毛卫寿 也是其中有加 那么他没想到 毛卫寿当时对他早有恶心 早早的就已经被 蒋介石给收买了 而另外一个张延 张延当时只有三十多岁 您请我为 他的兄长 就是张诗德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 在南昌起义的时候 是蔡廷凯的心腹 帮助蔡廷凯一起 把第十世当时 从南昌起义给拉出来 那么 张诗德后来阵亡以后呢 蔡廷凯啊 就是非常重视这个情谊 就把他的弟弟张延 逐步的提携起来 当时任第49世市长 那么蒋介石 很早就对张延 打起了主意 他通过他的秘书长 杨永泰 杨永泰也是当时 蒋介石身边的一个 非常厉害的这个官员 那么利用杨永泰和张延 是同乡 那么同是广东 高州人 杨永泰当时很欣赏 张延的能力 甚至还想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 那么利用这层关系 杨永泰呢 当时就对 经常对张延 写一些啊 这个友谊的话呀 说咱俩是世交的话呀 那么就不失实际的 向张延说明 跟随蔡廷凯搞兵变的严重后果 那么就离间了 张和蔡廷凯的关系 所以当时 当军事上 一旦出现失利的情况下 那当时 失落军的 当时的这几个重要的 这个高级将领 毛卫兽 张延 欧少年 就纷纷的倒戈 就发了通电 说我们不想再跟中央对着干了 那么一下失去了兵权 那蔡廷凯他们就没有办法 坚持福建事变 所以福建事变 所以最后失败的非常快 非常快 但是福建事变 当时给全中国 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需求 那么一个强烈需求 因为毕竟 十九陆军是全国文明的抗日部队 英雄的抗日部队 那么十九陆军 当时提出这种诉求 要求全国一致抗日 对于全国来说 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从这点上来说 福建事变 蔡廷凯所领导下的福建事变 是起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 那么在福建事变之后 蔡廷凯就完全丧失了兵权 完全丧失了兵权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过领导大批部队的机会了 那么到后来到解放战争时期 他就是和李吉珊一起 协助李吉珊一起 在香港成立了民主促进会 那么后来 这个民主促进会 后来就是演变成了民革 那么他和李吉珊一起 当时组织了民主人士 一起支持中国共产党 那么在解放战争后期 一起北上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这是后来蔡廷凯为中国的解放世界 做出的贡献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专题主要讲的是国民党的汉将 那么汉将就意味着 我们主要的针对 就是讲的是他的军事 军事的指挥能力和军事的战绩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蔡廷凯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是专注于 他在大革命时期 军事上的一些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讲 他在比较少为人知的 就是南昌起义中 他率领第十师 当时迅速的脱离南昌起义部队 那么使着南昌起义部队的军力 得到受到重大损失 那么再有就是他和这个中央红军 当时的主力的第一军团 第三军团在高兴区的血战 那么这些都是 都是蔡廷凯一般很少为人所知的事情 我们这里来讲一下 那么从这上可以体现出蔡廷凯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部队掌控力的这么一个杰出的军系将领 他的的确确是国民党那边的一个汉将 而且他给中央红军当时也是一个中央红军一个非常令人令中央红军很头疼的一个对手 幸亏他很快就走变成就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并且最后走上了反党道路 所以他和红军之间没有在进行更剧烈的这个摩擦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当时国民党的早期的一个著名的汉将 蔡廷凯也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民族英雄 所以大家请记住这个名字 蔡廷凯